今天我们教会 纪念着是圣雷斯 圣雷斯是我们青年人的主宝 因为他从小开始已经将自己奉献给天主 而天主也容许他二十多岁 那么年轻 他们就死亡 但是天主就认了他 来给所有的青年人一个榜样 尤其是身心的结症 所以特别我们今天 恳求圣雷斯帮助我们所有的人的精洁 特别是青少年他们的精洁 身和心 所以今天两篇的读经 我们都可以围绕着这里来做一个检讨 就是身心的纯洁 在里面今天两篇读经说出的 首先要我们的要行很多的善功 善行是指身体的力行 而说出了就是小量 圣保祿提醒着我们 我们小量播种的就小量的收获 大量播种的就大量去收获 在乎着我们的慷慨 所以我们的身体的力行做很多的善功 我们身体去做得多的话 我们的收获是越多 如果不做善功 做少一点的收获就是少 尤其是集中着今天 四五六提醒着的祭祀 捐助方面 昨天我也提醒过大家 这种的捐助 是由一种的身体的善行 要做出来 所以应用回旧约里面所说 博师祭贫 仁义永世尚存 慷慨吗 天主就会对我们慷慨 使得我们的人而出产增加 来叫我们事事复足 不过在福音 也都回应着他的 不只是说 刚才我们听到的 是指身体的力行 但是福音里面 耶稣提醒着的 就是我们的心 心里面 我们要去来真真正正 去来回应着我们的外在的行为 所以如果我们的捐赠 是用来孤明钓鱼的话 你听一下 耶稣是不赞同 而且这些的 对于我们的善行 新的话是没用的 而我们呢 无论是施写事 不要叫你左手 知道以右手所行的事 那你会说 那得益是什么呢 那得益的就是 天上面有赏报 这个是我们天主的踏运 去到另一边的话 经常听到有些人说 或者不知道是不是借口 他说 其实是这样 我们在这里祈祷 在这里来 静静地 隐蔽地来捐赠 来得到天上的赏报 不就是很功利主义 不就是一样 也是好像有一份的利益 在里面一样 各位主来兄弟姊妹 记得完全不同 如果我们的祈祷 如果我们的善行 如果我们现在 在这里来奋斗 是想获得天国的话 还有想得到天上的财富的 这些不是功利主义 为什么呢 因为功利主义要得到的 完全是一些誓物 第二的 就是因为我们的天主 创造我们出来的 就是根本要我们这样做 就是要我们得到天国 是要得到天上面的赏报 第三 不要忘记 这些不是功利的主义 而是因为天主 搭运了我们 你听一下今天的福音里面 几次耶稣有说 你们的天父 你会得到天父的赏报 所以是一个天主的踏运来的 所以我们不要害怕 我们不要害怕 多些做善功 多些内心的一份的 一份的纯洁 能够赚取得到天上的赏报 我们能够赚取更多的恩惠 能够最后来能够赚取天国的 记得不是功利的主义 应该更加要增加我们 我们真的一定要 希望能够天主给我们 很多很多的恩宠 所以我们一起肯求着 圣雷师帮助我们 这个身心的纯洁 能够一一地来好好 来奉献给我们的天主 无论我们的工作 无论我们的家庭 甚至我们很多人 现在的圣诏 委托着我们的一生 一生的都能够为光荣天主 而增加恩宠 能够踏上这条 成性的道路